约伯纪第十章 我厌恶我的性命 我要尽情吐苦水 倾诉心中的痛苦 我要对神说 不要定我有罪 请告诉我 你为什么与我相争 压迫无辜 又弃绝你手所做的 却喜悦恶人的计谋 你都以为美吗 你的眼不是肉眼 你观看不像人观看 你的日子不如人的日子 你的年岁不像人的年岁 以致你追究我的罪孽 细查我的罪过吗 你知道我并没有罪 但没有人能救我脱离你的手 你的手诉我造我 但一转过来 你就要毁灭我 求你纪念你造我如团泥 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 你不是把我倒出来像倒奶 又使我凝结像卤酪凝固吗 你以皮肉为衣给我穿上 以筋骨揭落我 你赐我生命 又向我施慈爱 你的眷顾保守我的心灵 这些事 你都藏在你的心里 我知道这是你的旨意 我若犯罪 你就检查 绝不赦免我的罪孽 我若有罪就有祸了 我若有礼也不敢抬头 保偿羞辱 看看自己的苦难 我若昂首自得 你就列我如烈猛师 又在我身上彰显你惊人的大能 你重新设立见证攻击我 对我加增你的愤怒 派兵轮流攻击我 你为什么使我出母胎呢 我不如死去 无人得见我 这样 就像从来没有我一样 一出母腹 就被送入坟墓 我的日子不是很少吗 请住手 转离我 使我在往黑暗死印之地已先 在去而不返之前 可以喜乐片刻 那地黑暗 如死印的幽暗 毫无秩序 即使有光 也像幽暗